2023年10月16日的灵修 Amir Safati 神对犹太人有一个应许 神对犹太人的应许并不是说 因为你们是犹太人 所以你们会进到新耶路撒冷 神的应许不是这样的 神的应许是说 只要太阳 月亮 星辰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以色列就不会被抹除 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会一直在我 神的眼前存在 当今生活在这个世界 这个星球上的人 没有任何人能摧毁以色列 我总是告诉哈马斯 真主党 或者阿亚图拉 你们应该去制造能摧毁太阳 月亮和星辰的武器 因为只有当这些消失时 以色列才会不再是神面前的国家 你们在浪费精力 当我们目睹着对以色列的暴行 哀悼惨重的生命损失时 心中不禁要问 主啊 这还要多久 邪恶还要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少痛苦和患难 还要影响你子民的生活多久 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 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患难 但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世界 知道我们在现在的生命中会经历患难 并不令人欣慰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已经胜了世界 这提醒我们 现在这个充满患难的生命和世界 都是暂时的 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 是陌生人 是朝圣者 这个世界 在极大的程度上 是与犹太人和基督徒为敌的 因此 很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 在我们现在的生命 所经历的一切当中 神都是信实的 耶利米书31章35到37节说 那使太阳白昼发光 派定月亮和星辰照耀黑夜 又搅动海洋 使海浪澎湃的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这样说 这些定律若能从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 也就会在我面前断绝 永远不再成为一个国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这样说 人若能量度在上的诸天 测透地下面的根基 我也就会因以色列后裔 所做的一切 弃绝他们众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说了 哈马斯 真主党 伊朗的愿望不会实现 犹太人不会被丢进大海 以色列这个国家 不会消亡 以西节书36章20到24节说 他们到了所去的列邦那里 我的圣民就被亵渎 因为人总是谈论他们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子民 他们却要从耶和华的地出来 我却顾惜我的圣民 就是以色列家 在他们所去的列邦那里 所亵渎的 因此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家啊 我做这事不是为了你们 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圣民 就是在你们所去的列邦那里 所亵渎的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 这名在列邦中已经被亵渎了 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 我在你们身上 向他们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从列国中领你们出来 从万邦中聚集你们 把你们带回故土 哈马斯 真主党 伊朗 以及所有支持他们摧毁犹太人 摧毁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 都是在与神的计划作对 但是 他们不会得逞 犹太人不住在属于 他们的家国土地上 这亵渎了耶和华的圣民 因此 主耶和华为了他自己的圣民 把犹太人带回了这片土地 主耶和华为了他自己的圣民 不会允许以色列被毁灭 主耶和华为了他自己的圣民 不会允许以色列被从他们的家国土地上灭绝 这一真理是荣耀的 这一真理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记住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 很多人不断死在那些有意行邪恶 与神的子民和土地为敌的人的手中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三节说 到那日 我要使耶路撒冷对万族来说 像一块沉重的石头 举起它的必受重伤 地上的列国必聚集起来攻击耶路撒冷 无知而充满仇恨的人 在责备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行动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 正在暴力抗议 以色列对加沙的防御行动 耶路撒冷对整个世界 成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最终地球上的所有国家 都会来反对以色列 然而以色列的圣者主耶和华说 他一定会亲自保护以色列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说 我必把那恩慈与恳求的灵 倾注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身上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赐的 他们要为他哀哭 好像丧独生子 他们必为他悲痛 好像丧长子 以色列目前的事态发展 被比作是等同于纳粹大屠杀的世界 十月七日 一天内死亡的犹太人数 是自纳粹恐怖统治结束以后最多的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 但以理的第七十个期的开始了 是否意味着撒加利亚书的预言 很快就要应验了 这看来很有可能 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说 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 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和属世的私欲 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钱的生活 等候那永福的盼望 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 他为我们舍己 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 并且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功 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将在但以理的第七十个期之前发生 因此让我们一边以清醒的心智 并按照神的意为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 一边举目向天 因为我们的救赎尽了 诗篇第121篇第四节说 看啊 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 也不睡觉 主耶稣啊 我们愿你快来